嗨,大家好,我是Rose,是金霞 聊一聊胡锦涛到底是失智了 还是被骗了 还是政变了 这个事儿呢,其实很有意思 我呢,一开始 最初看到最先流出来的 那个视频的时候 就是把他架他 然后又把他带出去,让他不肯出去 然后呢,又这个硬拽拽出去 然后栗战书要起来 然后呢,这个王沪宁 后面拽了栗战书一下 栗战书坐下,然后擦汗 完了之后呢,两个人把他架出去 然后他这个跟习近平讲话 然后习近平这样点点头 是吧,然后他又拍了一下 李克强,然后就大不流行的出去了 大家一开始都是看到这个嘛 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大家肯定第一反应都是 这是被架出去了 他不愿意出去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 是吧,而且呢 根据当时情况来看 可能是和那个红皮的文件有关系 那里边是那个人事名单 是吧 然后就是这是一个合理的猜想 因为大家都是只是看视频嘛 又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合理的猜想 那么然后呢,又有人说 应该是他老年痴呆发作了 然后说老年痴呆发作之后呢 就是你跟他讲不清道理 然后他会大喊大叫,静儿什么执拗怎么怎么样 然后说习近平一看形势不好 然后就叫人把他架出去了 也有说这种事儿吧 然后也很多人说 请这个专门有这个经验的医生看过 认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老年痴呆的反应 后来这两天呢,又流出来了一个新的 就是呢,在他被这个架起来之前的 说之前呢是看到呢 栗战书有跟他有交流 就是交流什么呢 这个他要打开 然后栗战书拿走 然后一边拿走栗战书还面带笑容在跟他谈什么 然后他还非要拿 然后习近平就在旁边看着 完了之后习近平就侧头 在他身后就叫来了两个人 然后就把他架出去了 这是前面的内容 那么这个前面的内容出来之后呢 又是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就是什么呢 你看,肯定是真假名单 之前骗了他 然后拿个假名单给他 然后把他框进来 因为呢,如果整个大会上前任领导人都活着呢 但是却都不来,也不好看嘛 是吧,所以一定要让他来 但是呢,必须得呢 就是告诉他你胡春华肯定在的 是吧,然后他就同意了 这个交易达成,是吧 然后老头就来了 结果呢,到真正的到时候的发现 胡春华没上,是吧 然后老头不干了 然后栗战书 这个也是知情的人员 所以呢,就是什么 这个王沪宁,栗战书,习近平 什么李克强,他们都知情 只有胡锦涛是被蒙在鼓里 所以当场这露馅了 然后习近平就拍人把他拖出去了 这是一种说法 那么再有一种说法呢 就进一步说 你看也验证了我们的观点了吧 你看就是老年痴呆发作了 老年痴呆发作了 所以你看李战书在那给他笑着给他解释 然后他呢一会发呆 是吧,一会要动手 然后习近平在旁边一看没办法 只好叫警卫把他拖出去啊 然后呢 这个然后他还不肯出去 然后一会明白一会糊涂又跟习近平说话 又拍李克强 然后亮亮呛呛的出去 典型的这个老年痴呆的反应 是不是都挺有道理的 对不对 我也觉得都挺有道理的 我觉得双方说的都挺有道理的呀 根据这个视频你就是可以有不同的解读 这就相当于是一个文本摆在你面前 然后你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东西 是吧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一个可笑的事情 一个好玩的事情是什么呢 大家互相攻击 然后主张是老年痴呆的 就说那认为是什么真假名单呢 是甚至是政变的人 是阴谋论 你们呢是失智阴谋论 是吧 然后呢 主张是这个真假名单 或者是政变的是吧 是故意呢 这个展示给全世界 全人民 全国人民看 然后杀鸡害猴的 认为是什么呢 认为是你主张老年痴呆的 你们是什么 你们是大外宣 你们是收了钱了 你们或者说 你们是痴呆 你们是失智 你们是愚蠢 这才是 让我感到遗憾的地方 就是什么呢 其实应该是 你主张你的 他主张他的 然后大家呢 把自己的观点列出来 然后互相交流 我认为是这个 我认为是这个 甚至你都不需要互相说服 有的 我有的朋友就是 一开始主张是这个 是这个杀鸡害猴啊 是类似于政变呢 是真假名单呢 后来呢 就发现 出来新的视频之后呢 就说 这应该是老年痴呆 那观点就发生变化了 人的观点是会变化的 那么你之前 主张是政变的时候 难道你就是 你就是阴谋论吗 是吧 那么你现在又主张老年痴呆了 那么你现在你就是痴呆了吗 是吧 为什么要互相攻击呢 难道观点不同 然后大家的思路不一样 然后就你是傻逼 他是傻逼 互到傻逼 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够有不同的观点 然后大家只是交流一下 而不要总是试图说服对方 而说不服对方 只要对方跟你的观点不一样 他就是傻逼 他就是阴谋论 他就是混蛋 他就是蠢蛋 他就是智障 这个问题才是一个有价值的问题 我就作为一个旁观者 那么我觉得呢 就是都有道理啊 是吧 以习近平他故意选择在记者入场了 然后把他嫁出去 然后以震慑 是吧 说得通啊 他经常这么干呢 是吧 说他这个玩拳斗啊 提前骗了 他把他框进来 很正常啊 共产党这种事情没少干呢 你去看一看他们的历史 从毛泽东是吧 到到这个江 到邓小平 邓小平怎么上的 花高峰去哪了 是吧 江泽民怎么上来的 赵紫阳去哪了 是吧 胡耀邦怎么死的 对吧 胡锦涛怎么裸退的 习近平这连任怎么搞的 是吧 很正常啊 这个逻辑很说得通啊 但是你要说 他是老年痴呆了 而且他是习近平上来的一个大恩人 不管怎么说 他给习近平站台 是吧 习近平不至于那么做 而是老年痴呆现场发作了 没办法 在众目睽睽之下 把他请出去了 只不过呢 共产党人已经丧失了人性 是吧 他们甚至都不知道站起来呢 就是关心一下 这是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人性 唯一有一个有点人性的历战书 还被王沪宁给拽下去了 这个也说得通啊 都说得通 为什么要互相慢吗 互相攻击呢 其实这事很好解决 我解决不了啊 很好解决 我们有人专门研究唇语的 这些视频呢 你看那些服务人员都戴着口罩 但是习近平也好 胡锦涛也好 栗战书也好 王沪宁也好 他们没戴口罩啊 所以呢 有懂唇语的 看一下唇语 就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了 那么就 一下子就真相大白了 我期待能够有 懂唇语的人来解读一下 他们的唇语 然后让真相揭露出来 但是在这之前 我希望各路 英豪们 你们不要互相谩骂了 好不好 让子弹飞一飞 等那个结果出来 好不好 我推特上 我的好友小竹妹妹 就是他主张老年痴呆 然后结果好多人过来骂他 说他什么说他痴呆 说他大脑不够用 怎么怎么样 我们俩私下里也交流过 就觉得 这真的是 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能听听别人在说什么呢 为什么就不能尊重别人的观点呢 为什么就要这样互相攻击呢 我很喜欢小竹妹妹 因为他是从来不会因为观点不同 就会对别人进行人身攻击 我也是 我不会因为说 我们观点不同 主张不同 我就会对别人进行人身攻击 我觉得你一定要身体力行的 来反对独裁 这种因为观点不同 就对别人人身攻击 就去给别人扣帽子 这就是一种独裁 你知道吗 我们每个人排毒啊 这是一个终生的 这个终生要努力的啊 因为我们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啊 谁没吃过毒奶啊 吐毒奶要加油啊 好 期待呢 有懂淳语的人来解出 解决这个谜团 让我们一起期待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转发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节目 当然也欢迎大家加入我的会员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